那我们第一队撮合跟谁呢 呃 要不你们还出 脱口秀演员 好 王勉吧 嗯 王勉啊 嗯 好 呃 我们出 我们出 别别别 王勉不配 啊 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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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凑对的 嗯 凑对 嗯 那我们出陈卓选 好吧 感觉现场双方的粉丝都不是很高兴 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这样这样 多安静啊 这样 呃 这个这个 陈卓选我们先上 哎呦 好不好 行 我们先上 真的吗 开场很难哦 不重要打个样 啊 呃 我给大家托付托付 介绍介绍陈卓选 陈卓选参加了今年的那个创造营 是以第四名的成绩入的团 应堂少女303嘛 大家也发现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都没有来 我们选择了第四名来 啊 看得出来 周全是真的不挑节目啊 而同时也看得出来 这期的吐槽大会 嘿 这期的吐槽大会 真的是不挑嘉宾 对吗 我们也不挑主持人家 没事儿惹我干什么 我是在惹你吗 我是在和你交流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互相不挑的陈卓选 看着身材就赢了 赢了 音乐也赢了 你觉得他能够破100吗 我觉得挺好的啊 你看看 阎老师看漂亮姑娘 什么都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你看那嘴又没沾上过 我真是从 我觉得挺好的 大牙开的 我打牙开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印堂少女303的陈卓选 还有个手势啊 很开心啊 终于来到了吐槽大会 今天我站得够高了吧 我一直都很好奇啊 站得高 到底能看到什么样的绝美风景 结果我到这一看 李丹老师 张高刚老师 这什么风景啊 大厦风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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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可以 非常厉害 杨丽 我真的好羡慕你啊 因为你可以公开讨论男人 我们做idol都不行 我们跟男生必须要 随时保持距离 眼神交流的最好不要有 所以今天 我正眼都不敢看一下张延祺 我们女idol都很自觉的 尤其最近 得加倍自觉 伊丽静老师 我看过她的很多采访 她一开口就感觉在生气 她问什么问题啊 都往死里问 她那个我觉得不是采访 是在审问 我总结下来呢 她的采访风格 八个字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所以好多明星被她采访完 都有一种 情满释放的感觉 他们出来都说 现在就是后悔 非常后悔 江云生 一直都听说 你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我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江真人你好 以后你开演唱会 就叫真人秀 你在上面唱rap 你的粉丝就在上面喊 江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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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ect 江云生曾经狠狠地 diss过去参加 说唱节目的rapper 结果他自己也去参加 这些节目 大家都很看不惯 他这个做法行 但是我想说 他真的没有做法 他要是真的做了法 怎么可能才拿第九呢 开个玩笑 其实我挺理解他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说过 我不想做女团 最后不还是去了创造营 这叫什么 像现实低头 你看 江云生在节目里 就这样自我介绍啊 我是江云生 AKA僵尸 一个道士 为了生活 成了个僵尸 我们终将都是要成为 自己最讨厌的人 自己最讨厌的人 雨薛姐你好 我很喜欢你 因为你很耿直 我也很耿直 我都希望现在我能有一个植入呀 跟大家普及一下 在女团里 唱歌好的叫Vocal担当 跳舞好的叫舞蹈担当 雨薛姐在她们团里 也有担当 她为人很有担当 大家都知道 雨薛姐跳舞顺拐很严重 我就寻思 这但凡有点走路的基本功 也不至于跳成这个样子呀 但雨薛姐她非常自信啊 她给人的感觉就是 她没有跳错 编舞老师就是这么编的 是其他人跳错了 我很羡慕雨薛姐的这种自信 我就很想知道 为什么这个女人能力这么普通 就可以这么自信 你看能力 哎 没事 挺好的感受 雨薛姐说她参加 《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候 她成团就是为了单飞 所以我说 她们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女团 真正的女团是像我们这样的 不能单飞 时间到了 自动团灭 其实呢 我来吐槽大会 就是为了多露露脸 然后站得更高嘛 对吧 然后你们给我安排的对手是 王敏 谢谢你们 确实 站在她旁边 是显得更高了一些 你那个音乐脱口秀的形式 挺新的哈 但是你每次都抱个吉他 大家会审美疲劳 大家想不想看王敏拉大提琴 你们看不着 大提琴比他高 王敏拉大提琴 你只能看到一只大提琴 自己在那边堵走 你哪笑这么开心 这个大提琴 这个太好了 太凶狠了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台讲脱口秀 其实心里还是挺紧张的 肯定有很多说得不对的地方 所以以上 纯属陈周旋个人行为 请勿上升 印堂少女303 当然啦 要是我今天一不小心赢了王敏 也是我的个人行为 所有的夸奖 由我个人承担 谢谢大家 我是印堂少女303的陈周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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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大家不要外卖投票 完美 完美 图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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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一转投票 沿河湘一定投票 沿河湘想投票 见了漂亮姑娘就回家 一 请锁票 开场不容易 挺好的 讲成这样不容易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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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觉得女团 出来的小姑娘 第一次说脱口秀 就是好不好笑不重要啊 人好看啊 何况陈周旋又好看又好笑啊 你看这个逻辑是不是很缜密啊